好巧不巧 墨西哥历史上发生两次恐怖强症都在919这天 总计三次强症已经造成近万人死亡 停车场一阵天摇地动 汽车几乎弹起来 路人站都站不稳 游泳池也被左右狂晃 池水如水舞表演一样大量溢出 厘头这大楼甚至天降瀑布 户外游泳池水不断光下泼洒 路人真的看呆了 看来单薄的建筑物左摇右摆 下一秒床户纷纷掉落 超级危险 墨西哥19号发生规模7.6强症 震源深度15.1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空拍街景 多栋建筑受损喷出大量烟尘 瞧瞧这亚裔诊所 诊寮椅被晃得疯狂抖动 不难想象摇晃的地道有多大 还有大楼一秒变成围楼经不起摇晃 外墙批出超比值裂缝 从屋底一路裂到地面 餐厅的造型灯饰如取摩乱舞激烈摆荡摇晃 西南并海城市还观测到轻微海啸 大雪涌进街道一度造成恐慌 墓西哥临近九国一度发布海潮警报 919强症让居民超级害怕 因为历史上已有三次强症都发生在这一天 分别是1985年 2017年和今年 恐怖的强症魔咒如今再度应验 诡异的巧合也令人发毛 记者综合报道